很多人對於侍奉是很隨便的 做到多少就多少,眼前有多少就做多少 但其實我們每個人是可以很大的發揮 但這個發揮是一定付出代價 有些人想付出代價,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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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以付出代價 我現在不是叫你去殉道 我現在叫你用一些努力 開始進入侍奉 不需要入到好心 因為耶穌說了 你付我、握、學我、讓識者 你心裡就必得向我認識 我打算要大規模的侍奉 你打算要大規模的侍奉 你去不了 小規模就行了 你跟隔壁說 小規模侍奉就行了 開始小規模侍奉 小規模侍奉 那是容易一點 但是小規模侍奉 都要有這個心志和計劃 一定要粗練 一定要學習 我們就會開始一個門徒訓練的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太自由 每個人都好像不用做 又不知做什麼 或者叫他們做 又沒有做到 當然很多人都沒有做 少數人有做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達不到那個效果 而且最慘的是 你們將來見耶穌面的時候 耶穌問你 你問我做什麼? 我參加一個侍奉訓練課程 你參加侍奉訓練課程 有沒有受到訓練? 有沒有侍奉? 有沒有侍奉? 我知道怎樣侍奉 我聽過 那你有沒有做? 我試過 不過都是沒有做到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課程都達不到這個目的 但真的要做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要求 就是所有的門徒 其實誰都可以的 你不用想你的資質和健康狀況 就算你的健康狀況不太好 不要緊 你開始做一部分 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要求門徒是什麼? 一個月加一次功課 起碼 不是最高 是最低 但是功課 有些人一想就覺得很難 那功課可以什麼? 是錄音都可以的 你為一個人祈禱 你錄音 加一個功課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想著要很難 你很難可能達不到 又容易開始 總之你一個月可以交一次錄音 你們周時在WhatsApp都會錄音 周時都會發訊息 寫文字 現在很多人都習慣了 因為可能用 並且有發音的寫文字 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一邊說廣東話 它一邊出字 一邊出字出來 那你用這樣的方法 可以交功課 也可以錄音交功課 那交什麼呢? 其實就是 神給你最大託父的人就可以了 而你能夠錄音或者有紀錄 有時候有些人不能錄音 那你就寫下你做了什麼 你交了功課就可以成功了 這樣就難打了 一個月一次 我沒有限制數 即是沒有限制數要多少 總之就是你有嘗試去做 而我們會嘗試去改善 即是怎樣改善 而這個課程也會在最後一段時間 會被操練 以及現在這段時間也是操練的 但操練我們以往都有 但有時候有些人就會沒有預備來操練 那麼我們就有些要求 你就寫 譬如你分享 寫個大綱 寫 其實如果你有WhatsApp 我就 門徒已經發送了 如果你想加入門徒 我就可以發送給你 加上給你 就發送給你 那就 三件事 第一 主題一起說 主題 第二 目的 目的 第三 就是大綱 主題是甚麼呢 譬如我今天分享 可以個人分享 可以聖經分享 或者其他 如果說到分享那方面 可以是分享 神如何醫治我 神如何改變我 神如何改變我 這個就是主題 目的是甚麼呢 希望聽的人會怎樣 當你分享神如何改變 你希望聽的人會怎樣 被提升 是的 被提升 被改變 即是你的主題和目的 是會不同的 有時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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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會不同 即是你說我自己 如何被神改變 目的就是 分享完之後 那些人會被神改變 就是這個目的 接著呢 大綱 大綱可以最簡單的 跟我說 之前 之前 當時 當時 之後 之後 就是甚麼呢 之前是怎樣的 當時是怎樣 神改變我 即是當時發生的事 怎樣改變 或者可以說改變 之前又改變 然後之後 之後怎樣發生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大綱 或者其他 任何想到大綱都可以的 這個比較容易 如果說分享 多數人都是這樣 之前怎樣 發生甚麼事 然後後來改變 其實我們生命中 是不是有很多改變過的事 有沒有改變過的事 其實有很多的 那你發覺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看散文 看不同的散文 有沒有 有些散文 真的很有啟示性 譬如說 恆林寺 我以前 曾經在事務的時候 被人很大的壓力 那時候我看恆林寺 那些散文 給我很大的幫助 恆林寺 一個全身關節95% 95%是有問題的 他睡覺是不能夠睡一晚的 他睡一會兒就會痛 有時甚至他不能睡在床 他要站在那裡睡覺 即是怎樣 因為坐又痛 又痛 那他怎樣 他就站在那裡 拉到這邊 拉到這邊痛 又拉到那邊 這樣 閉上眼 又拉到那邊 這樣 他形容他有小痛 中痛 大痛 劇痛 狂痛 即是他形容他的痛 即是他很辛苦 但他寫很多散文 是講到他日常生活的一些感觸 怎樣幫助他處理這些問題 怎樣他自己得勝 即是怎樣能夠在這些困難中得勝 其實我們人生有很多小事 這些小事神怎樣教導你 你分享就可以幫到人的 有時這些個人性的分享可以幫到人 這是第一 支持是怎樣的 發生什麼事 之後 也可以用聖經 如果有聖經也可以說 即是解經 然後聖經怎樣幫你 其實這樣是不難 我想給大家看得到 是不是很難的 是吧 你用聖經 即是說 這個改變 然後神的說話怎樣改變我 我怎樣應用出來 是可以的 那我現在可以 即是 甚至給大家試試 去即時 兩個兩個操練 就找一個情況出來 找一個情況 然後呢 大家就兩個兩個分享 分享完呢 就站在身上說 這個是一個操練 然後呢 你又嘗試將它寫出來 這就是一個操練 讓你知道 咦 做到喔 今次做到 下次也做到 是不是 還有我也有個評估的 我現在看看時間 即是現在 6點10分 6點10分 那一會兒 如果你把電話給我 即是中間有些人未有 如果你想 首先你想不想加入這個 就是一個緩導群組 當然是緩導群組 我希望你穩定參加 因為我的要求 起碼你一個月加份功課 那你起碼一個月出現一次 但如果你出現一次 你就學得太少 如果你能夠出現得多 你就學得更多 但是很多人 如何參加聚會的心態呢 就是 有空就回 有心情就回 沒有空就不回 沒有心情就不回 那見到 永遠都提升不到 那你想不想 我想問一下大家 當然 你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 但總之你的心 想不想 操練 就是由最簡單的操練 開始 然後 這個其中之 分享 為人祈禱釋放 你別以為很難 其實我們經常都做 真的看到果效 周時都有 醫治 輔導人 各樣的事奉 我們都會訓練 你想到的什麼 敬拜讚美 彈琴 每一個人 根據你的恩賜 就是哪些人想發揮 但最多人可以即時做到的 就是 處理生命 第一部分處理生命 跟著為人祈禱 祈禱帶來醫治 釋放祈禱 分享 分享 聖經 輔導 這些都是大部分人 可以學得到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幾個在這裏 你覺得 第一 就是有個要求 你做這個功課 但又不是很難的 很簡單 就告訴你 可以怎樣做法 com 尼医 有 有 在這裏 永遠 會 有 有 平